女郎 真自由 為咪咻 崢��安有 我真是 交 Vlad 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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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你 我無需要古代流浪 你 是我心靈的故鄉 生命的鬼秀 我要無聊 來去 去頭 欸 喂 你 你找不找你啊你 君阿姆 已經將我配合拿到現在上 我現在已經不是普通的辛苦了 台灣的青年 哥哥的男女 要輸送 要分道 開兩會 臨見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敢是他我男 我 我 你 你逃啊 你為什麼不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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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為什麼 為什麼 剛剛我們看到的影片是金之眼色的經典作品 噗嚨公開灰的系列三 勿忘影中人 這個系列即將邁入第四集 在台灣真的很少有戲劇作品 可以演到第四集 今天我們要請導演和演員 幫我們溫故知心前情提要一下 我們歡迎導演王榮裕 二哥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還有我們這次的女主角 一位你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永遠的阿齋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剛剛這個其實我們看到的是 第三集 對 他是在兩千零八年的時候首演的 是 那這個第三集其實是我們的前傳 是 因為我們演了兩集了嘛 那觀眾就會想說 那到底前面是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有這一批 這一批 這一批角色 這一批角色 這批角色的這個故事呢 那由來 我們就想好吧 我們就做個前傳 那前傳我們就說 他們是 因為他是做一九六七零年代 所以前傳就變成要跨越 橫到日本時代 是 就是說其實阿齋是一個一九七零年代 這個時代背景的男主角叫阿齋 但是呢 我們演了第一集跟第二集 大家想要知道阿齋的爸爸媽媽那一輩 到底發生什麼事 就來演一個前傳 其實第三集是之前 這其實跟星際大戰的道理是一樣的 對 沒錯 搞個後來再搞個前傳這樣子 對 那第一集 第二集 其實都是我們第一集 像說七八月才演過 第一集其實就是那個愛講 第一個就是Paco 不是 講錯 就是阿齋 他離家十五年 是 以後 第一次回到家裡 遇到的事情 他那個妹妹也還沒有婚嫁 但是後來就跟菜市場的清水 有了很好的結局 那樣子 那這是第一集的 就圓滿的結局了 那第二集呢 可是第一集的最尾巴阿齋 又跑去流浪 又去流浪 又去浦龍宮 這是我們的戲一定會有的 他需要去外面充電 一定會有的 去出國進修 對 出國進修 對 第二集也是 阿齋就是又在外面流浪 一年以後又回到家裡了以後 那個玉蘭已經生了小孩了 他的妹妹已經生小孩了 他們家裡就有來住了一個 就是親戚的小孩 小女孩子 就是大概就是二十幾歲的女孩子 結果阿齋跟他又很喜歡這個女孩子 結果這個女孩子的爸爸就是 爸爸媽媽不在 爸爸是被關的 也就發生一些事情被關在監獄裡面 這樣子 那其實爸爸的音錯陽差 本來是說回來以為是壞蛋 什麼的 其實 結果他爸爸長得跟 艾蔣的前情人很像 對 那就 艾蔣就看到了前情人回來以後 艾蔣是一個愛的化身 是 就想要跟這個 以為他的前情人回來了 這樣子 這個Taco就整個受傷了 保險真的很調皮 他這個戲裡面 不是讓阿仔找不到女朋友 不然就是讓Taco跟艾蔣 要讓每個角色都很痛苦 沒有啦 折磨他們一下 折磨他們一下 折瀣痛苦 然後後來是好的 對 就是人生的好美好 我覺得我是還蠻佛教的思想 人生的美好都是經由苦難來的 就心之所在 你就是安定就對了 對 沒錯 最近因為也很安定在今之後 搬到了金枝附近 然後每天演戲 對 然後就是 因為我自己平常是生活白癡 但是其實我又覺得 這樣搬出來比較好 因為什麼事都要自己學著做 就比如說真的不會煮飯 打電話叫阿仔幫你煮 就是金枝的大家就是都很好 我們會一起買 我通常都是買很多材料 然後帶去金枝 然後等大家做給我吃 原來這麼用心機喔 沒有啊 就是 對 就是在金枝眼色 大家會一起煮飯 一起吃飯 其實就很像大家庭的感覺 因為剛好就是那個 雲仲友講喔 就是說我們的劇團 現在那個環境在巴黎 以前的雲門舊排練場 我們把它租下來了 那個地方的生活機能 不是那麼的方便 是 不是那麼方便的 那反而有時候吃飯就不方便 那家家就只好煮了 所以說金枝就變成很生活化 就很像戲班 古代的戲班一樣 對 古代的戲班 是大家演戲也在一起 住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打架在一起 吵架在一起 生小孩在一起 因為以前我是戲班長大的 我都看到那個環境 都是這樣 所以說我就覺得很棒 而且我很喜歡這樣的東西 所以演員們他們沒有排戲 沒有演出就是訓練上課 要不然就整理環境 後來劇團都沒有存什麼錢 就存了很多工具 因為要做這個東西 要什麼工具 工律但其事 必先利其事 而且你真的好有學問 這個是很正確 進入角色 現在是千惠在我們的現場 對 因為千惠是一個 有家教的小孩 我本來也有一點 我沒有說你沒有 因為我們一起演戲 因為他就是 知道說他沒有參與過 舞台劇的演出的經驗 所以第一次看到他 跟他排戲的時候就 果然沒有 果然沒有演戲的經驗 真的